奔驰放大招了 就在今天海外发布了家族全新的车型CLE 大家肯定会一脸懵 因为之前从没有听过 没错 它的到来取代了之前C级苦配和E级苦配 而这些车在以后就会停产绝版 退出奔驰的历史舞台 CLE提供硬顶苦配以及软顶场旁两种外观 它的尺寸定位介于C和E之间 车长4米85 宽度1米86 高度1米42 轴距为2米86 比同期BBA中宝马4系以及奥迪A5大上一圈 预计今年11月率先在欧洲上市 MRA后驱平台打造 前后全驾均为多连杆式 外形方面前列有着炯炯有神的双眼皮大灯 配合AMG的运动外观套件 在车后尾箱上还采用了小压尾的设计 不仅美观 在高速行驶时还能给车辆提供很好的下压力 动力方面提供2.0T四缸汽油 四缸柴油 以及3.0T直列六缸双过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奔驰自研的9AT首次一体变速箱 以及ISG智能电机的48V轻混 并提供4MATIC四驱系统 预计明年还未推出AMG CLE的5363车型 零百加速最快3.4秒 内饰方面 大体和全新的奔驰C级内饰相似 配备了12.3英寸全液晶数字仪表屏 以及11.9英寸OLED触控屏 内部集成了第三代MB-UX交互系统 并且全系均采用2加2的四座布局 目前来看 如果大家想入手CLE 还是要等到11月全球上市以后 通过进口的方式引进到国内 而它在国内的售价大概率会在50万左右 所以想买它的朋友们 记得把此视频收藏好